美国两份绝密集文件泄露了 被以色列拖下水 只差一步了 大家好 在这几天啊 以色列公开展示杀死哈马斯的新任领导人 结果国际舆论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发展 反而是以色列的行径遭到了广泛的谴责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在中东发生了 美国绝密集文件遭到泄露 但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意外情况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爆料 事情的源头是在国际一名社交媒体 纸飞机上流传出了的 泄露的两份文件有明显的绝密标注字样 通常来说 这类文件只能在五眼联盟内部流传 其中一份泄露文件的内容 是以色列方面在加沙取得了战果之后 正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报复性行动 情报方面是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的 负责分析美国卫星收集到的图像和信息 用于协助以色列调整导弹和武器的部署 而另一份泄露的文件 则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局 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 是对以色列空军此前的空巨导弹演习数据的分析 这些数据在整合之后会用于对伊朗袭击的准备工作 此外部分无人机已经开始对伊朗的相关地区进行长期的监控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这两份绝密文件泄露之后 美国官方的态度是比较微妙的 一方面文件中涉及的两个美国机构 一个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另一个国家安全局 甚至FBI和国防部都拒绝对此事做出评价 只是表示会严查泄露事件 但是另一方面 相关机构也并没有否认事情的真实性 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 却提到了目前一些官员猜测 泄露情报的很可能是自己人 但可能是一个级别比较低的政府人员 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人员 这个级别比较低的政府人员的说法 就非常的有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明显的一点 既然都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了 能掌握这些文件 本身就说明了身份问题 何来职位较低一说呢 此外发布绝密文件的社交媒体 那也是经过专门挑选的 不容易追溯到泄密者的身上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起有意为之的泄密案件 而不是简单的出心大意所导致的结果 最后就是既然查不到具体人 那又如何断定泄密者就一定是一个级别较低的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诡异的推测方向 只观的说整个绝密文件的泄露更像是一个奉旨爆料 而不是什么隐谱轨迹 既不说吧 就是在以色列已经展开对加沙 里巴南战争的背景之下 以色列还要再次开辟第三战场来对付伊朗 而一旦开战了 那第六次中东战争 美国就必无可避了 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过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战略资产 美国既不想丢掉以色列 又不想卷入中东的战争 可是现在它距离被卷入战争 只差最后一步了 那么只能用这种泄密的方式 阻挠以色列推动报复行动的紧张 当然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内部集团的斗争 一部分集团是不惜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来满足以色列极端犹太富国主义者的需求 而另一部分集团 则是要尽可能确保美国不被卷入战争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